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社区救助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建立社区救助顾问制度 来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体 现如今 名声保障的网络是越知越密 但由于种种原因 总有一些人不了解相关的救助政策 不知道向谁来求助 渐渐就成了沉默的少数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 或许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 比如上海通过大数据计算 寻找那些沉默的困难群体为他们发声 当地独创了一套救助评估体系 只要输入搜索条件 比如教育 就业 身心状况等等 就能判断出对方的困难程度 然后匹配相应的救助服务 这就将救助从过去的被动变成了主动 另外 救助内容也有创新 以前的救助模式比较单一 大多都是脱敌保障 经济帮扶 现在有了救助顾问 那就属于私人定制 医护一个方案 分析困难群体的现状 找出具体的问题 再利用各种资源 将现今救助变为发展性的救助 比如有一位姑娘 因为父亲去世是备受打击 一决不正 后来 社区顾问就为她申请多项政策救助 减免医疗费用 又帮她学习美甲技术 找到一个新的谋生手段 另外 还有一位男孩 有心理障碍 错学在家 社区顾问就采取陪伴式的服务 定期和她交流 谈心 渐渐的两人成了好朋友 后来 这男孩回到学校正常上学了 社区救助顾问是创新救助的 有一尝试 值得推广 她打通了困难群众获取帮扶资源的最后一公里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为成年人保护 最近最高检等三部门联合引发意见 指出中小学要员在招收教职工之前 认定机构在发放教师资格证之前 要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查询 这也就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又筑起了一道安全的防火墙 打击性侵儿童犯罪 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有严惩的条款 但有资料显示 在预防关口前移上 还是存在一些缺口 最高检通报当中 去年四月上海筛查发现 26名教职工有猥亵等违法犯罪记录 这些有钱客的人 他是怎么混入到校园的呢 无疑 教职工录职之前审查不言 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一次意见出台 就是对预防缺口的一个补漏 意见当中 教职工录职查询 针对的呢 不只是被判刑的犯罪者 还将做出不起诉决定的人员 被行政处罚的人员 一律纳录到这个信息库 这也就意味着 但凡在性侵犯罪上 有过蛛丝马迹的人 都逃不过这个法眼 教职工录职信息查询 织密未成年人的保护网 我们就期待 这次的意见 能用制度的力量 构筑起更为严密的防线 守住校园 一方净土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云上看京剧 先如今 疫情不光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也改变着传统戏曲 最近停业八个多月 重新营业的 北京天乐园大戏楼 在原有的京剧演出之外 还增加了 非遗传承人的直播环节 上海京剧院呢 也搞起了线上演唱会 云游京剧馆等等活动 这就引发业界的观众 京剧搬到了云上 有人看吗 答案是有 前不久 由北京京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 张新月主演的 穆桂英挂帅 在快手进行了独家付费直播 那数据就显示 本场演出 共吸引到七十多万观众 在线观看 直播间总点赞数 超过了二十三万 在我们的认知上啊 就京剧等戏曲艺术呢 并不被年轻观众喜欢 可现在呢 云上看京剧 却实实在在的火了 收割了一大片的 年轻观众粉丝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说了年轻观众不喜欢戏曲啊 是缺乏有力的方式和平台 将戏曲和年轻人连接起来 比如当前戏曲的主场 依然是各大剧院 而年轻人的战场呢 都在网上 如此呢 就像两个平行宇宙一样 很难产生联系 可云上看京剧呢 就不同了 京剧加直播的形式 本身就会让年轻人兴致满满 再者呢 由于新媒介平台的存在 像京剧这样的传统经典呢 可以直接和高流量来对接 你像前一段时间 某短视频平台举办了一个活动 叫京剧的夏天 只要京剧团案官方账号入住 就将获得每月五百万流量的支持 著名艺术家入住 又将获得每月上百万流量的支持 这本质上啊 就是在互联网上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生态 瞧见没有 云上看京剧 别看京剧在云端 人家接的呢 那都是地气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节目有教育部宣布 十一月份起啊 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这消息一出 留学生呢 是喜大普奔 要知道 为了证明你出国留学过 你得准备好学位证书 个人护照等多个证件 要跑很多部门 文件箱里 那是厚厚的一打 流程清单 那是长长的一串 行程 那是满满的一路 你看啊 要准备好各种证书的原件啊 复印件啊 然后呢 在线填写申请表 并邮寄到中国大使馆 教育处或者是总领馆 然后呢 奔走在留学服务中心 单位人力部门 社保中心等等部门 办完这些个 你才能够顺利的办理就业 社保和落户 期间要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 少了一个证明 那至少啊 再等一年 这过程啊 就像打怪升级一样 艰难又漫长 其实啊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最初产生 有着自身的时代背景 在互联网并不发达 证物信息共享不够普遍的情况下 这个证明能够发挥核查和甄别的功能 防止有人像围城里那样在克莱登大学混一个学位啊 使得留学生归国呢 就业市场更加的规范 可是在现在国家加快推进互联网加和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 这样重重叠叠的繁琐流程就显得有一些落伍了 这一次留学生正式和留学归国人员郑明说再见 那就是我们的政务服务在和信息多跑路说哈喽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 剧中老公走进我的朋友圈 近年来一种新型的影视剧宣传方式 让人是欲罢不能 那就是剧中人物现实化 影视剧中的虚拟人物通过一番操作 让人感觉他们就生活在现实当中 想要接触到他们 社交媒体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甄嬛传里啊 甄嬛温太一四爷 这些来自剧中的角色 不仅在微博上有加为认证 发的每一条微博呢都完美贴合原来剧中人物的性格 欢乐送中 五美们不仅有微博还有微信 时不时呢跟剧迷来一个互动 将戏中的生活延续到了戏外 除了互动外 剧中人物的职业特色 在现实中呢也得到了延伸 比如三十二亿当中 钟晓晴出了一本书 云朵有几种姿态 这本书在网络中还真的就可以收到 还有在亲爱的热爱的当中 这个杨子饰演的游小鱼呢 是个网络歌手 在音乐平台上 他不仅有账号 还有轻声演唱的歌曲呢 剧中人物现实化 不仅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 也拉近了角色和观众的距离 这就叫让虚拟角色活起来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 国际工业博览会上 中国首抠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的模型 首次公开展示 天问两个字取字取缘的常诗 是取缘对于天地日月河流山川产生的疑问 今天天问一号传达的 是我们对火星的探索与向往 长沙地铁一号线 一名孕妇突然临盆 情况十分紧急 地铁工作人员和乘客一起 搭建了一个临时产房 然后有几位女乘客照顾孕妇 很快孕妇呢生下孩子 医护人员赶到后 对产妇和孩子进行了全面检查 索性没有答案 孕妇临盆众人相助 这也是地铁里的一道暖心风景线 好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用硬币赔偿的新闻冲上热搜 事件当中女子离职后 通过劳动仲裁 获得了六千多的补偿金 到了领钱现场 公司方面呢拖来了两桶硬币 让大家慢慢熟 这个事呢就引发了热议 用硬币来支付赔偿 那真是损人不利己 公司方面要凑齐这么多的硬币 其实也不容易 这事情曝光后 对公司的形象更是一种损害 员工呢不仅要清点兑换比较麻烦 还容易遭受到心理上的伤害 硬币赔偿常常导致两败俱伤 但为什么类似的事件时常有发生呢 其实啊这都是刁难心理啊 在作祟 比如你跟我过不计语 我也不让你好过 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对硬币支付进行限制 所以呢当事人面对这样的刁难 只能是吃哑巴亏 舆论呢也只能是质疑啊谴责啊 类似的事呢 他就频繁被爆出 要想杜绝刁难性的硬币赔偿 专家就建议 还是得用法律来堵住这个漏洞 比如在劳动合同中 约定工资补偿金发放方式等等 硬币赔偿 用硬币来刁难员工 要我说好聚好散并不难 如此刁难时不该呀 好接着来说 前不久啊 这演员这个杨迪在节目当中被检查出 眼睛的减板线损伤很严重 这事呢引发热议 什么是减板线呢 这是位于眼皮内部表面一种线体 主要功能呢 就是分泌油脂物啊 来撕润这个眼球保护视力 如果减板线受到损伤 人的眼睛呢就会出现干涩刺动等等现象 严重的呀 会导致眼球老化 视力受损 你像杨迪这个减板线呢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障碍 三十来岁啊 眼睛的状态呢 像五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主要就是用眼过度 杨迪妈妈就说呀 杨迪他每天要么就看电脑 要么就看手机 还经常熬夜刷视频玩游戏 不太注意啊 保护眼睛 医生就说了 如今人们用电脑用手机呢 太频繁了 减板线受损的人是越来越多 而且呢呈现出低灵化的趋势 有些孩子啊 小小年纪 这眼睛呢 就已经严重老化了 在这呀 咱们就想提醒大家啊 要尽量少用电脑手机 多给眼睛呢 一些休息的时间 可别等到眼睛出了问题 才追悔莫及呀 好 接着来说 前不久 山西太原某小区电梯 突然发生故障 一姑娘呢 被困在里边 跟着电梯啊 不停地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如此电梯惊魂 很多人也感同身受啊 摁剑失灵啊 晃动一响啊 叫响困人啊 每天各种电梯故障 是不断地上演 乘坐电梯 那也真是一个步步惊心 记者对电梯安全状况 进行了一个调查 发现啊 电梯安装第一门槛 维修保养走过场 就给电梯安全呢 埋下了隐患 都说安装是生产的延续 组装一部电梯 需要好几百个零件 每个环节啊 都不能马虎 一旦某一个步骤操作不规范 就会导致后续呢 故障频发 所以啊 安装电梯 那绝对是专业技术活 但令人担忧的是 目前市场上 正规安装人员呢 缺乏大多的都是一些散兵游泳 一些企业招聘安装人员不设门槛 培训那么几天就可以上港 这样的安装质量 那实在是让人不敢放心啊 除了安装 维修保养 那也是电梯使用的关键环节 但一些企业低价竞标 就导致呢 维保啊 注水严重 要么只修不保 或者呢 以修代保 有的甚至呢 看都不看 直接啊 在这个维修记录本上啊 打个勾就完事了 现如今 使用电梯的人 那是越来越多 安全问题 是绝不容忽视 有专家表示 电梯是特种设备 不建议采取竞争式的招标方式 可以考虑制定行业指导架 防止恶意压架 另外 要严格把关维保的过程 重视正规安装人员的培养 创新监管手段 引入物联网等高科技 来提高维保质量和救援的效率 多方法力 才能扣紧那电梯的安全法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孤独新生 前面就山东一位大一的新生火了 他叫宋亮 今年他们学校的古琴专业 只录一个人录了他 于是他就成了孤独的新生 古琴是比较稀有的专业 开设的高校并不多 能考上的同学 那也真是凤毛麟角 据介绍 宋亮读小学的时候 就接触古琴喜欢上了 古琴的曲谱比较难 学起来不容易 大家用了不到三年 就考取了实际证书 他说古琴传承了几千年 比较小众 希望能将相关的文化 给推广出去 虽然宋亮同学是一个孤独心生 但古琴文化 能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就不再孤独 好 欢迎回来 节目就最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出炉 咱们也来瞧一瞧 今年有哪些新的记录 先来说一说 这个小男孩来自尼利亚 只有十一岁 他这个足球替得是相当了得 甚至超过了不少专业的运动员 他用三年时间练出了一项独特的技能 那就是一边用头顶着足球 一边用双脚来回踮球 几个月前 他通过媒体公开表演这项特技 最终成功踮球 一百一十一下创造了世界记录 换一个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位男子 他从小就一爱好 就收集口香疼的包装纸 然后把这些纸编成绳子 到今天他已经编了五十五年 总长度编了三万两千多米 这个男子凭借这一项拿下了世界记录 那接下来这个就更神奇了 说英国一男子经过一年多的训练 终于和自个的宠物鼠老鼠 合作完成了一项技能 就是让宠物鼠用两个前肢和他交替机长 前段时间这男子向之前的世界记录发起了挑战 最终他和这个宠物鼠半分钟时间交替机长二十八次 成功打破世界记录 对于这些个世界记录 有人就总结 说做这些个事 其实并不难 难的呢 是一直不停地用心做 套用那句老话 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你就是专家了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你就是赢家了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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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平坡 视频道 CAPTIONING BY 杂志兴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平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